朋友们,你们帮帮我评评理 我知道只有中国朋友们是最贴心的 刚才在外国晚上又是一个美国娘们骂我 他说我嫁给一个中国人了 还把三个儿子给了中国国籍 我就是浪费咱们白人的血缘 说中国不可能给外国人中国国籍 所以你这个老外永远不会拿到中国留卡 对中国人来说你永远是一个外人 来呀,我都不想搭理他 后来我想一想,我是中国媳妇 他凭什么骂我 我来到中国,我爱中国 是我自己的选择 和他们有鸡毛关系 你们那边人没有自个儿和我们 就高临下张摇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,洋洋大国,保荣大都,海纳白川 中国控制疫情是最好的国家 虽然中国留卡,中国国籍是 全世界最难申请的 但是我当一名中国媳妇 当一名中国学养三个孩子的母亲 我感到幸运也感到骄傲 如果你支持我,帮我点个赞 谢谢你了, ура 谢谢大家